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这堂课的讲师 拉宾 我要讲的课的名字叫做 援助民族语协作与阿美与蒙点为例 大家好 我们是阿美与蒙点团队 我是阿美与蒙点团队 我们是阿美与蒙点团队 就是Latin 是阿美与的打招呼用语 你们可以试着说看看 然后是来讲看看阿美与这样子 为了要让大家更了解阿美与 习惯阿美与就是我的口说的方式 所以我们团队 会在每次简报中 都讲一点点的阿美与 让大家习惯有阿美与的存在 大康的部分 可以简单分为五个地方 第一个起地方 就是概述本堂课会学到什么 我会简单的说明说 这堂课我们大概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会简介台湾的原住民族 现在目前的原住民族 大概有16族 42个羽群 然后我会带大家认识 台湾原住民族的16族 然后总共有42种的方言别 第三个部分的话 有数位置跌后 该怎么应用 这部分的话 是我们本节课的重点 我会解析我们如何将 紫本的阿美与字典 然后透过群众外包 及协力的方式 将它转化为 可以使用的数位档 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 就是一起学注意吧 然后这个章节 我主要会介绍就是 我们如何把阿美与 带入黑客松 在黑客松里面讲阿美与 然后第五个部分就是最后的部分 然后我想以一个 不懂原住民文化可以吗 就如同字面上的意义 我会介绍我们的团队的成员 及写作者 让大家了解 如果我们不懂原住民文化 到底也不可以做一个写作者 或者是一个贡献者呢 7 在概述本堂课 我喜欢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就是会先介绍 就是我们整个的 开始的状态 那首先我会先讲我是谁 然后里面大概会讲阿美族 来自那个部落 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自己 会说出语吗 以及出于程度为何 这样的纲要来跟大家介绍 我是阿美族 然后我的族名的名字 叫做Rafin Migu 然后你也可以叫我Rafin 然后从名字中可以知道我就是 这个名字就是阿美族里面 常常用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是来自于花莲的玉里高辽部落 是一个混居客家 汉人及阿美族的部落 我不是父母双方都是原住民族 我只有妈妈是原住民族 我父亲是汉人 我从小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 所以比较少在认同在原住民上面 然后多半是汉人文化 乃是因为我们家的汉人那种传统的观念 需要继承香火及有人祭拜这样子 然后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 我才开始慢慢对自己的另外一个文化 有了初步的认识 也是这样子的方式 才进了慢慢开始学习到阿美族文化 我因为有这样子双主义的身份 所以我的阿美语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但是我的台语 因为我住在我的小寿司住在伊兰 所以我的台语的讲述能力还比较好一点 那阿美语的话我只能记得单词几个字而已 然后再加上家庭关系 我妈妈其实没有用阿美语跟我对话 或者是教我学习阿美语 所以我的注意程度是当然不行 所以这样的方式是介绍给大家 所以告诉大家说 像自己本身是阿美族 却又不懂阿美语的状况下 如何去做一本有关于阿美族的字典 阿美语盟点是由喵斯基在台湾历史政府 第11次资料科学黑客松所做的提案 他在黑客松里面是一开始是征求文字攻击 能够洽谈其他线上阿美语字典授权的人 也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提案 开启了阿美语盟点的专案制度 一路执行到现在 仍在持续的进行中 然后这个里面比较可爱一点就是 我们看到右上角里面 他当时的简报里面 征求里面下面有一个就是 没有研究经费 没有发音能的费用 也没有策马费 然后他有感觉到是 台湾申请公会 授权无常使用方明印的字典 阿美语盟点是 开源的专案 然后讲到开源专案这边 我大概稍微讲一下开放渊师 那开放渊师马就是 开发者在保留部分权利之下 然后公开给任何人学习 参考修改在任何目的 任何向任何人分发该轮体 专案会根据使用者的license 而有各种不同的保留权利 但基本的核心作为的价值是 开放共享协作 然后其他历史可以参考 如Linux的作业系统 开源可乐 Ruby的程式员等等 然后阿美语盟点 是基于盟点的一个程式 开发出来的 然后Focus出对应于 阿美语特性的阿美语盟点 然后他这样的特性的话 我们可以从下面看到就是 在中文 就是盟点是中文的方块字 跟那个阿美语盟点是 注意拼音的差异 会在搜寻上有所不同 所以在设计上就要作为特别处理 不能继续援用蒙点的内容 这样子 发明云语字典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总共 将那个阿美语字典的部分 是449页的PDF档 然后切割成14681条 俗称豆腐条的东西 然后并利用OCR软体作为初步的辨识之后 我们喵士忌的话 就将这些处理过的资料 建立一个网页的平台 就如右图这个部分 然后在前面有讲过了 我们是那个喵士忌 他在就是当年度的 这个资料科学年会里面的 最后里面的闪电短讲里面 为了这个平台做一个 短讲的宣传 然后试图就是将一个 辨识校对的工作外包给乡民 然后想要透过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将一个状案完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框框这部分的话 就是用OCR初步辨识的地方 然后现在下面这个地方 红色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当初所切的 所谓的豆腐条的部分 在闪电短讲之后 这个活动公开针琼小米协助 我们短讲在53个小时之内 完成了14,681条列的辨识 总共大概有82,184的质源辨识完成 也完成了一教二教 也是利用这样的模式进行完成的 当这些资料完成之后 然后描述机跟我 我们花费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我们 为什么会那么久 是因为我们都是利用自己空长的时间 来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总共花了这么多时间 将它的一个数位档案 逐步调成蒙点可以使用的一个架构跟格式 然后成为后续导入蒙点架构的基石 照片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将方明一字典 调成蒙点可以使用的格式之后 我们要是利用蒙点中按的 Open Source的架构 将阿美与导入蒙点当中 成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阿美与蒙点 网站这样的样貌 然后阿美与蒙点的技术及搜寻方式 都是采用CC100 NC及开源搜寻方式 所有的资料包和字典 我们都公开放在GitHub上面 然后想要利用的人都可以利用 就是在相同的搜寻方式下利用 上线后 阿美蒙点持续进行开发跟调整 由于蒙点是基于汉语开发的 在逻辑思考上面是属于汉语的方式 所以套用在阿美上面的话 就必须做很多方面的修整 然后在架构保留部分的话 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就是条目为单词语乘语 然后符合五星开放资料 条目内的解释 可以对应到相应的条目等等 然后我们再把网站 做成静态网站 然后还有可以切换字典的选项部分 然后价格调整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从汉语英语去搜寻主语 也可以直接透过水去搜寻 然后从词干列出一些词系的相关词的部分 然后词义的预览 还有诸语的特性 诸语特性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有加了词干 蝶字 铜跟参键 这些都是在我们目前阿美母典上面 所看到的一个样态样貌 这个账体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简介一下 台湾的原住民族的16族 还有42种的语群的部分 台湾原住民族目前在法定上总共有16族 然后在方言别上面总共有42个语 然后阿美语的部分总有5个方言别 然后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 就是我们下面的图片跟右边图片 然后右边图片就是把16个族群里面的每个方言别都列出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看 然后下面图是也是就是一个图像化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去了解到那个台湾的原住民族 跟他的整个方言别的一个分布的方式 阿美语中文的有一些文化上词义 阿美语在单词前会因为前缀的变化 影响到整句话的意义 然后动词前缀比较常用ma 来表示一个被动 用me表示主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例句里面 ma urat gaku 我被工作压得很累 就表示一个被动的意思 然后minu gai gaku 我要回家 就是我主公要回家的意思 然后我们左边部分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马跟米上面的一些差别 然后就会表示就是 你看下面的那个 就会表示到就是前缀里面如果加的话 表示被填耕做 然后如果是米蛋前缀的话 就表示复兴是主动在耕耕的部分 然后这边就会看 就会我们就会了解到就是 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前缀中缀后缀的部分 就是在安眠语或者是原住民语上面 都会明显的表现出跟中文非常非常大的不同部分 然后以上这个地方 我是做一个简单的 初步的让大家认识的地方 基督教在台湾主民地区 因为传教缘故 然后为了使传教的教义能够更为精准 传教士啊或者神父啊都会学习当地语言 然后并将其做成字典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然后这样的方式 然后这些东西进行成为 学习安眠语的工具 安眠语在教会的版本的字典 目前我们收入的部分 有方明依传教士及潘世光神父的字典等等 方明依传教士的安眠语字典 是由喵斯基与圣经工会 他透过了email上的往来 然后在经过一系列的对谈之后 取得了授权 并在2014年的G0B的三密里面 开启系列安眠语开源的一个契机 安眠语盟点是 这个专案是透过群众外包及开源 互相配合之下所完成的 他开启了一个旧版图书数位化 在一个没有政府或者企业 就如同Google像这样子的资源之下 透过民间写作方式 也可以达成的一个特别的专案 然后你我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专案的贡献者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想法 说不定你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不同的一些契机 方明一传教士版本之前成功之后 我们仍然持续寻找可以合作的字典 在一个偶然机会下 我知道自己部落附近 旁边有一个叫做铁份部落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一个神父 他曾经变迁过阿美语字典 然后除了有阿美语跟汉语的字典之外 听说还有编撰法语跟阿美语的对照字典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便开始利用网络网络 然后搜寻到教会电话 然后试图去寻找神父 然后在这个寻找神父的过程中 发生一个有趣事情 就是因为神父 因为他其实那时候已经连迈了 其实很老了 所以他的耳朵其实并不太好 我打了非常非常多电话 一直到我联系不上 当我要放弃的时候 终于被我打通了 然后我也是好不容易连上神父之后 大概就快速简短的方式跟神父说明一下 我想要用这个字典 然后说那我可不可以去亲自去拜访他 他马上同意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要到花莲去拜访神母了 当我们团队抵达花莲 与神父进行初步的一些讲述 我们这个字典我们要怎么利用 怎么样做成开源的一个项目之后 然后神父没有思考太久 就答应将字典做全给我们阿美语盟典 然后因为神父是法国人 所以当我们要跟他授权的时候 我们还特地请我们工合制他懂法语 然后我们用一个法语授权的创用息息的方式 然后给神父看 然后也讲解给神父听 然后神父亲然同意之后就签下了授权书 蔡正安博士的字典版本的部分的话就是 其实我们当时有寻过许多民间架设置典的网站 是不是有合作机会 并且想要我们也想要推广就是开源学座的方式 或者是开源授权 然后但是都被玩具 不管是写Email或打电话都被玩具掉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跟蔡文博士说 我们有一个就是想要做支点一个计划 然后他是一个开源的社群 然后他也做一个开源的方式 然后也使用一个创用息息的一个授权方式 然后这样的方式的话 不但就是可以使专案能够持续的维持下去 也能够将这些贡献出来的一个东西 能够提供族人更方便学习族语的一个资源 然后蔡正安博士就觉得这个概念很不错 然后他也不只够能够提供开源写作的方式 而且还可以提供自己族人在学习语言 就是暗昧语的暗昧语能够更加的方便 他就将自己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个他的字典 然后提供给暗昧语谋典授权使用 也提供给整个社群或整个社会上使用 然而就是蔡正安博士他提供的是 就是他想要出版嘛 所以他就提供的是他已经编辑排版好的PDF档 然而这些这个PDF档比较好玩的部分就是 他是因为他是做成字典模式 所以他是在是左右对称 然后这个在我们编辑上面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这样因为这样的说法是 这样的故事非常非常长 所以我们就之后有空 我们可以再询问我 或者在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讲 然后右边这个图片就是 我们好不容易处理掉蔡东函的PDF档之后 做成一个简映在电脑里面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样貌 然后大家可以这样稍微看一下 这样子 本章解释衔接前面就是字典的PDF外包写入之后 然后这些数位资料是如何被运用的 将资料做成网站吧 就是在三维 将资典套入蒙典之等的架构之前 然后没有设计 他其实有先做一个简易的网站 然后成为第一个阿美与资典的网站 也的开源网站 然后因为他有把相关资料放在GitHub上面的话 有兴趣的可以去那边找一下 然后也会因为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后续再去跟蔡宗函 或者是潘世光神父去谈的时候 就比较能够去拿出具体的实体网站 然后搜索系统 然后我们的应用方式这样子 给他们做参考 然后不再只是空谈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简易网站上面的简易网站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在那边输入 输入一下我们要查询的主意 然后下面有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 阿美与的主意的拼音的方式 然后也有红色音 大概以上就是这样子 能更有方便的查询方式吗 这个一定要讲到当时候的使用背景之下 因为这个大概是应该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 因为在手机上使用APP 还是比较方便的方式 且当时候的圆明会官方字典上 并没有APP的开发 也没有阿美与字典 这样子一个可以搜寻的一些字典 它只有其他几个0.33的字典这样 所以在许多方面的考量之下 然后阿美与蒙典透过在蒙典的开源架构之下 然后我们修改了部分层次的地方 然后我们将阿美与不必透过网络 去网络的当上在连上网再查询的方式 而是将我们那些那个字典的资料 内建于APP之中 然后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是我们 我们的思考逻辑是说 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或者是部落相对来讲 大时候的部落的网络上只有3G 4G的情况下还不像现在那么普遍 而且现在还有5G的方式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不用使用网络 就可以查找查询 来方便使用者在搜寻 那个想用词典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利 不只只有技术与功能 我们还有logo上面也是靠做写作的方式 来困承的 阿美与盟典初期的logo 是一个文的贡献者所设计的 之后G0V的参与者指楼在与我此基底 重新设计其目前所使用 google的就是logo的样貌 然后他就使用了更多的色彩 也把这样图像更为凸显它的象征性的意义 然后从左边到右边 就是我们整个logo上面的整个变化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它在整个上面的整个标示上面 会更加的凸显出整个阿美与盟典的一个 相对性的意义 我们知道阿美与盟典总共有三个版本 然后初期我们在区分这个三个版本之前的时候 我们在网站或APP上 我们都分别做成三个 就是三个APP 三个网站 这样子 这样的状况的话 会造成使用者需要开启三个网站 即下载 分别下载三个APP 这样其实对使用者来讲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在GNB的黑客中的讨论与协助之下 将整个网站合而为一 然后将三门字典都放在同一个 拉下来的悬单里面 我们就要透过拉下来的悬单里面 就可以选择说 我们要用发明音的字典 还是潘智光的阿发字典 或者是猜中函的大词典等等 一起学主语吧 本章解释要说明阿美与盟典 是如何开始将主语慢慢带入黑客中的报告 然后让我们来试试看就是说 将主语带入一个不同的场域里面的一个状况 然后在GNB开始使用主语报告的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是讲就是我们阿美与盟典的报告 我们为了要让它更有特质 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开始在GNB上面使用阿美与的主语开始做报告 然后主语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的主语能力都没有到这么好 所以我们还是请在中函博士协助帮我们翻译 然后右边这边就是我们的中文跟主语部分 然后但是由于我们是第一次使用主语报告 然后报告内容又较为庞大 除了报告比较不容易之外 台下听众也会因为语言上的隔阂 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我们从上面去看到 哇一次要讲这么多主语 其实对我们不管是对我们自己 对台下的观众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 在第一场经验之后 我们其实收到了许多反馈与建议 所以我们便开始修正下次报告 那个简报的时候的主语部分 与中文的版面的架构 我们简化并标签了阿美语的文化 及各单词下标示的中文 让线上线下的参与者 能够更了解到阿美语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去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有参与感 我们也开始简介了一些阿美语单词 然后也会配合当时的时事 或者是GNB黑客送的主题 像我们这边有底地就是烤山 就是底地就是肉 然后这是可能是当时候的GNB的主题 就是它那一年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 考山租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会加上去 然后保利 然后就是阿美语的香蕉 这是也是我们在GNB黑客送里面 教大家讲那个保利就是香蕉的意思 然后十四族语的翻译的部分的话就是 近年来其实社群媒体的欣喜 然后成为话题与舆论的传播媒介 许多社群小编都会利用近期发生的事件 与自己的产品或者形象做结合 然后借此吸引目光与关注度 来增加网站或者是FB或者是社群的流量 阿美语也有达成这样的风潮 然后借此宣传的主谜 将十四的梗翻译成阿美语作为宣传 那如一个变成图的话 我们就知道是九二共识的阿美语版本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推出了九二共识的阿美语版本之后 也陆陆陆续续其他的原住民族语也有推出相同的版本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也有根据时事 就像高雄八大财 然后我们就会在上面翻译 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念 就是我们会用一些空额的说法 然后告诉大家高雄八大财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念 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些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像可口可乐的网路上用语的翻译 我们就积极的去让一些阿美语能够去集合时事 然后达到一些让大家能够去了解说 原来阿美语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最后的部分 我想要用不懂原住民文化也可以吗 这样的方式来带入 让大家了解 我会用阿美语蒙典团队与参与者来说明这样的方式 这张图 就是左边就是简介大概就是我们的参与者 没有完全写完 因为其实参与者非常非常多 跟贡献者也很多 然后其实除了我 阿美语蒙典团 是阿美语族以外 像喵斯基 舅 或者是维婷 或者是阿天 小谢 等等 或者是我们的合作者 爱台语 或者是语音合成的 杏鸿等等 其实大家参与的来自各自方面 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 就是不了解原住民文化 或者稍微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人 来一起参与 然后最 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 这样的方式的参与模式 其实就是 你其实对原住民文化不用 不需要太了解 只要你有一个热忱 一个热忱 然后觉得协作 或者是开源 是你感兴趣的 然后你想要对这个社会 有所贡献 可能不管是大或是小 你就是可以 发起你的心 去来去的参与 这样子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同样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写作的方式 然后 广大的各位乡民 其实你们或者是大家 都是参与者 因为安眠以蒙田是采用 开源写作模式去进行 在整个专案的过程中 每个城市或者写作者 都是靠不同的人去完成 可能比不上 专门去开发的城市 但是这样的方式 却成为开源 保留原住民语言的一种新的模式 一个新的气息 你不必 可能不必须要透过政府的模式 你透过民间或者是 有心想要去做的人 也是可以达到这种足以 足以能够去保留的一个新的契机 或者是一个文化保留的一个契机 在作业部分的话 我想就是有三个一个作业的部分 可以请大家来试着去做做看 然后第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想要请大家去找看看 由教会所编写的系统的字典有哪些 我们目前知道只有阿美宇 那也没有其他的字典 我们可以上网去Google搜寻看看 然后想想看 然后来做一下会诊 然后做一下统计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从政府的资料开放平台 去找找看有哪些资料可以处理 就是有关于原住民的资料 其实原住民资料在看放平台上 其实蛮多的 然后根本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 去认识原住民 譬如说位置 方言别分布等等 或者做一些图片等等的方式 然后其实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 那个我们临时小学校里面 其他的课程 像GIA实在或写作或是叫搜集的一些模式 来去处理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最后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找找看 网络上还有哪些原住民的资料 我们可以加以整理用 就是除了政府开放资料平台的话 我们看看还有哪些 我们觉得我们 一定要我们的能力 手机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将这些资料 收集集来汇载 资料来供大家去做使用 以上 谢谢大家听完整节就是我们的课堂 然后阿赖就是阿妹语的谢谢 然后我也谢谢大家 就是这样阿来